定位下巴 眼看前方 医师正在帮近视患者验光 台湾每10名青少年中就有8位近视 其中更有两位属于危险高度近视患者 很多的家长其实不知道说 高度近视到底会造成什么问题 尤其是也许是我们的疾病 有些家长会了解 但是高度近视也会让非纹症变多 甚至白内障 青光眼等等问题 几率也会比一般人高 没有做好近视矫正控制 成年前每年近视只会持续增加 除了佩戴眼镜 角膜塑形是近年来近视矫正的新趋势 透过眼角膜的可塑性 以硬视透阳隐形眼镜温和加压 睡觉时佩戴6到8小时矫正视力 睡醒无需佩戴眼镜也能保持视力清晰 曾参与多部连续剧拍摄的童星 神场红仅有昨影100度近视 曾尝试散瞳气控制 但因瞳孔放大容易产生胃光的情况 后来也选择角膜塑形片矫正近视 每个人的眼角地形不一 如果要使用角膜塑形矫正近视 必须依照个人的不同精准厌配定制 医师提醒 角膜塑形治疗最好能选择能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的机构 别因假性近视或度数不深而延误治疗黄金期 即使发现与有效角质才能避免成为高度近视族 远离高度近视的后遗症